好來看到就是關於台北市長的選戰 是個撒卡都的局面 我們先看到是透過TVBS最新民調顯示 國民黨的蔣萬安是以3成6的支持度 目前佔據第一 而這個第二名的是黃珊珊 是以2成6的支持度 兩人是相差有10個百分點 而至於民進黨的 這陳時中是以2成3的支持度 現在位列第三 但其實呢他位列第三 不只他自己可能覺得是個很差的成績 是個噩夢之外 其實對於蔣萬安來說 可能也會是個噩夢 怎麼說 我們來看到這根據是國民黨前立委 孫大謙的分析 他是說到台北市長選戰撒卡都的局面的時候 誰是第三名誰就會被放棄 所以他認為現在蔣萬安他最擔心的就是 如果屆時選戰逼近的時候 陳時中他還是第三名的話 那屆時他很大一部分的選票 可能就會因此轉向給黃珊珊了 所以屆時黃珊珊很有可能會重演是2018年 柯文哲顯勝國民黨丁手中的情形 但是來看到是如果屆時是黃珊珊第三名的話 但是因為他的支持者呢 多數是這年輕世代的中間選民 所以呢要選票要轉移的部分呢 可能不是太大的能夠發揮 雖然可能也是會被棄保 但是不像陳時中會可能會很多的選票都被轉移了 所以他認為目前看來 這個三位的候選人呢 都要爭取的是這個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的最大支持 我們歡迎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在北方 這都出口前來 距離年底大選不到三個月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請跑市政 釋出居住正義規劃願景 像是這處飯店改建的住宅 裝潢溫馨舒適 家具和衛浴移應俱全 黃珊珊認同權林友善住宅模式 希望透過政策擴大推廣 它其實是我們居住正義3.0 將來它會是一個公司協力的方案 重點是它有沒有做一些社區服務的 這個據點的一種新的形態 那另外就是說在稅務上面有沒有辦法再做一些優惠 老人不容易租屋 如果住在沒電梯的老公寓 可能乾脆足不出戶與社會脱節 紅珊珊近期主打的高齡者居住正義 指的是老人家住進全齡住宅後 由包租代管業者協助整理 出租原本的家 而租金相當於社宅水準 一方面年輕人住得起 同時也讓長者能支付全齡住宅費用 不過近年台北市人口不斷外流 柯文哲市長任內 喊出八年蓋五萬戶社宅又跳票 不免讓藍綠陣營在社宅上大做文章 台北市社會住宅 先前因為租金過高引發爭議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承諾 一旦當選 社會住宅將降租10% 並且喊出四年蓋5.7萬戶的新建目標 不僅如此陳時中還加碼租金補貼一千五 並推動老舊公寓設電梯 國民黨的蔣萬安也喊出降房租 只要生第二胎 而且符合資格的家庭就能優先入住社宅 租金至少打八折 藍綠白搶年輕選票 居住正義成了主戰場 樣品屋裡暖色系布置 無論兩房 三大房或小套房 格局都相當方正 還有冷氣 衣櫃 床板家具免費提供 位於土城暫緩重劃區 共534戶的圓河青年住宅 距離海山捷運站5分鐘絞成 生活機能完整 新北市長侯友宜任內 明年又將有1.1萬戶設宅完工 但對手林嘉隆批評 新北設宅進度緩慢 承諾當選後蓋2萬戶設宅 其中3千戶將設在捷運年限 農機獎勵捐贈的 都市更新分回的 甚至我們有一些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 取得的這些土地 其實都可以當作設宅的一環 那這樣子我們預計將近會有 額外再提供將近1.1萬戶 那這樣3.3萬戶再加1.1萬戶 其實加起來將近在新北就有4.5萬戶 直接新辦的這樣一個住宅 設宅裡就有銀法族就業站 民眾黨桃園市長參選人賴湘林 替揭幕儀式站台 賴湘林指出桃園市近年人口大距流入 但房價和租金水漲船高 設宅進度緩慢 年輕人只能萬物心探 提出了一站一社宅 要以TOD的模式在大眾運輸系統的附近 現在就可以先密地來處理社宅的新建 訂定屯房特別稅的方式 那讓這個相關的這個漁污 釋出之後 可以從這樣的一個數量來彌補 新建速度的不足 社宅推動聯盟發現 如果沒納入包住貸管 租金補貼和中央新建戶數 其實六都設宅進度都不如預期 其中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低於目標值 尤其台南和高雄 近年租金漲幅遠高於北部 設宅進度卻掉車位 過去社會住宅政府的進度 大概從規劃設計到新建到入住 四年以上是常見的 所以我們care的關鍵是 這樣的政策能不能變成 是一種延續性 持續性 而不是說現在大家好像有點 就在暴衝 喊數字比賽 每逢選舉年 社宅支票就漫天喊價 最後落實與否 選民終究會放大檢視 TVB的新聞羅氏鵬 戴源立 台北報導 其實腳本這部分是我那個 受邀到現場之後才去翻的時候才看的 然後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很有趣 還原當天受邀合體陳時中拍攝影片過程 網紅4X貓說確實完全沒想到 偷窺橋段會演變成這樣 可能是現場年輕朋友比較多 大家都覺得說不錯就網一個網路梗 但沒想到的不只他 包含陳時中整個團隊 回顧記者會上首次公布這支影片 當陳時中探出頭時包含陳時中本人 管碧琳 吳思瑶以及台下婦女代表 都是一陣歡笑攀手鼓掌 本來以為有趣的好行銷 卻為陳時中招來批評 甚至就連團隊成員也開始一一被點名成為劍拔 范雲被揪出過去不是曾為公測圖槓上桃園市府 當時陳時中進辦發言人林楚音還回說 玩笑不能當有趣 如今被搬出來批 那現在呢難道是雙鏢 沒有特別的去導向偷窺 又或者是性騷擾的部分 但是有朋友反應之後 我們也迅速的就把大家覺得不舒服的部分 把它就先刪減掉了 那麼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也展現出 阿中團隊就是如果大家認為不舒服 或者是不喜歡 我們就立刻認為不好的部分 我們就修正 這也是所謂的阿中模式 陳時中偷窺梗片橋段 到底是國王的新衣 沒人敢說出真相 還是真的忽略 不管如何已經讓對手撿到槍 TVB的聲音 你做很貼不得 有沒有卡彈 大家心裡有數 發進去你就不要再規則 大巨蛋審查卡關 柯文哲再度爆氣跟內政部相互交火 有關人命的防火避難性能 遲遲沒通過 導致無法順利在日內開幕 現在又被內政部補一刀 已經一年四個月 你有什麼問題就一次把它講清楚 我沒有說我們要給原從護航 因為目前這個審核的過程當中 跟台北市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強調市府只是旁觀第三者的角色 從未插手審查過程 那麼這件事總該跟市府有關係了吧 台北城市博覽會開幕至今只有四萬多人參觀 跟預期的三十萬差很大 結果民眾黨疑似為了替柯主席救火 發信件要求黨不同人出席 理由是希望大家吸收博覽會精華之後 能運用在自己的工作職位上 在九月五號到八號期間 每個人可以請三小時公假分梯安排前往 面對質詢笑了笑似乎覺得沒什麼 但參觀的人還被要求 參訪完畢還要交心得報告 引發內部抱怨 雖說沒強制要求 但動用到秘書長親自發信 就算再忙 或許還是得去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 來看到是現在地方選舉呢 是倒數已經不到三個月了 不僅是總統展開了輔選行程 現在是副總統賴清德 也即將啟動他的輔選行程了 而且這個D站就選在新北市 我們就看到是呢 他將會在這個九月中 來跟著林佳龍合體 那其實目前看到是這個新北市呢 堪稱是藍營他們最強的執政縣市 是綠營的監困選區之外 現在其實也的確是林佳龍的支持度 是明顯落後給侯友宜的 另外再看到就是這個賴清德本人 他是這個新北的萬里子弟 所以呢他選擇從家鄉出發 另外也是表達對於這林佳龍的重視 畢竟當時是全黨 拱他出來出戰新北 那我們再看到目前他的整個 輔選規劃來講呢 是瞄準的是這個藍營的執政縣市 為主的 這個九月份呢 會首戰跟林佳龍合體之外 也會前進到台中 跟蔡其昌來站台 就是要對準這個 侯友宜跟盧秀燕 藍營的兩大母雞 另外呢還會到雲林跟嘉義跟宜萊 要幫民進黨的這提名的參選人們 提振他們小雞的試劑 好當然呢這個服務選的行程 這部分呢要增加他的影響力之外 也是會幫他未來爭取這2024大位 也多有幫助 帶著參選人小小雞們 國民黨新北市長侯友宜 9月1號正式登記參選連任 更在議院表格中勾選辯論選項 是準備好迎戰林佳龍了嗎 現階段我還是以市政為 最重要的工作目標 至於我的選舉的過程 我會按照我今天的部隊來做 我記得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也是透過公開辯論的方式 跟試驗場舉行過辯論會 那今年我自然不例外 老樣子不管記者是直求吻 還是旁敲側擊都沒用 只要有關選戰題 侯友宜通通拉回市政主軸 把火藥味降到最低 面對對手挑起的種種爭議 也通通以據點式回應 保持一貫新北市長主場優勢 而這成效也在民調中顯現 大多數人他在評判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還是會看說你到底 為了這個城市做了什麼 政治比較正義的話題 其實他能不碰就不碰 那他主要就是以市政為主 那你看從結果來看 他不管是各項的滿意度調查 甚至雜誌的評比都五顆星 可能等到選舉前大概一兩個月 我覺得他應該會對一些政治議題表態 因為畢竟選情如果太冷的話 對於一個連任的市長 我覺得不見得是好事 根據多家民調都顯示 近一色 侯友宜都掌握超過七成 甚至九成的壓倒性支持度 把對手橫橫甩在後頭 而這樣的低調高人氣 不僅被民進黨視為眼中刺 小鷹輕點林嘉隆轉戰新北外 一場鎖喬戰也正在上演 可以看得出來現在民進黨就是認為 侯友宜就是最強的網路或者是實體聲量的大母機 其實最主要還是來自於他過去這四年的期間 都沒有失政都不是以政黨 或者說都不是以顏色為最主要的考量 所以現在民進黨刻意要用政治的髒水 或者說用政治的攻防去攻擊的話 其實反而是適得其反 因為民眾其實已經就厭惡 這樣子一個老派的選舉方式 我想在這些部分上都是半半可考 都是讓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狀況 全黨戰役人為2022也為2024設防火牆 根據中選會資料 上一回的新北之爭 侯友宜就已經拿下116萬5130票 得票率為57.15% 超越蘇貞昌29萬票 更遞下了不少記錄 這回選舉侯友宜持續掌握高民調 有望在自我超越 更有學者進一步分析 現在的台灣大環境 正瀰漫 討厭民進黨氛圍 這個氛圍來講 因為疫情所造成的 這樣子的一種情勢已經存在了 其次呢再來就是民進黨因為執政久了 中介法的這個法律 再加上民治間的論文的那個 這個事情 某種程度上都給大家感覺說 民進黨當家當久了 有一點點傲慢老大的那個姿態出現 另外還有一個背景 今年呢其實芒果乾的這種 當年的那種情勢 多多少少也存在 可是呢這一次沒有發酵 很明顯這次沒有發酵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過去這個他的萬用牌 今年顯然在這部分 還有一點點的困難 不同於四年前的寒流加持 這回的九回一選戰 沉澱了更多理性思考 著眼2022同步牽動2024布局 民進黨想射下國民黨大太陽 除了緊抓做好做滿緊呼咒 也正上下矛起來屁戰場 體育新聞忠德榮成文怨新北 採訪報導 你若不敢冰心啊 他說臭咒 嚇屁 嚇屁 鑽著同鄉會李市長的話 諷測新北市長侯友儀是烤香腸 專賺新北市長的林佳龍 對現任的侯市長評價 可是滿滿食物 我覺得他比較像買饅頭 比較單調 可是在吃了第三顆饅頭 你可能會中毒吧 但就是這一段 藍營痛批這是錯誤資訊 饅頭就算吃三次 怎麼會有毒 不過林佳龍解釋 他是引用馬克思的三塊麵包潤 而他自己也有想的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潤餅 最重要的 我們都是要拿出一個 大家認真努力做事 就是你好我好 共好的態度 侯友儀雖然輕描 但血淡藍營可是活力全開 說林佳龍拋出新的台北市 是把新北市民當二等公民 別把新歡當舊愛 新北的市長 一定要有心 更要有力 更拿出高的態度 是新的收到的意思啦 那一張公平都是議員 沒有了解我的意思 又是饅頭又是香腸 侯友儀到底向哪個不知道 但新北市長選戰 藍綠交鋒 美食也多了 鄭紫薇 前新北市議員李婉玉年底 將回鍋付出選戰 投入板橋議員選舉 7月份他曾受訪 提到自己的感情事 更是提及當時跟立委 劉建國的照片風波 坦言當時被分手很受傷 而李婉玉更是透過新書 爆料曾經有一位女立委 開車賭劉建國 一路瘋狂追尾自裝安全道 最後都是自己幫忙善後 還提及兩人發生爭吵時 劉建國會用撞頭的極端方式 來停止雙方的話題 劉建國不願意回答 請發言人代打 這是無種查證之事 所以說關於這些事情 關於李小姐說 說這個每一件事情 我們這邊 我們鏡總這邊 都是給以助 劉建國年底即將應戰 雲林縣長選舉 對於李婉玉的槍辣爆料 劉建國透過團隊發言人 公開表示不願意多做回應 我想這是純屬劉建國委員 與李婉玉女士之間的私事 所以張立善縣長 並沒有任何的評論 但同為女性的參政者 張立善縣長 也會為李婉玉女士加油 競爭對手張立善 也是透過新聞處保守回應 不對他人私事多加評論 不過選舉之前 多年前的感情糾葛 又再度被掀出來 放到檯面上檢視 就怕琴還沒有理清 會先對選情有所影響 其餘被新聞將創民 李蔡雲林釗報導 說的正是農委會 因為自從被指控研究報告抄襲後 農委會態度曖昧 只說會瞭解 但進度也沒明說 意思就是這審查時間 可得拉很長 至於審查SOP農委會這麼說 請當初研發單位的 人機官做一些書面的說明 我想要強調的一點 就是我們比對的東西 都是一個現象 而不是去判 還沒有達到判斷 所謂的抄襲的結果 也就是說 就算最後初步結果出爐 是不是抄襲 也不會有個肯定答案 這也讓藍營質疑 這根本配合演出 打烏賊戰 綠營現在攻擊 照參政策的策略呢 就是先抹再說 至於事實的結果如何 他們一點也不在意 呼籲有關單位呢 不要配合特定政黨 再辦理事情 就怕對手拖延戰法 三天兩頭就有新招攻擊 最新內容說NCC委託 公園院的報告也被複製貼上 但據了解 計畫參與人員低調透露 報告跟論文根本兩回事 說自己東西被抄襲 他們也很納悶 而張三政團隊 演你出手反擊 我們有在規劃 不一定是什麼時候 但是會有規劃 畢竟不硬起來 就只能被對手當球打 NCC副主委翁柏宗也表示 機關是獨立合議制 委員會全盤了解後 再處理 就這麼巧 態度跟農委會很一致 第二訊文 華少平 專於台北參謀島 選戰倒數衝刺階段 苗栗議員宋國鼎 代表時代力量披戰袍 競選影片一出 炮火連連 投票的結果 你們滿意嗎 你們接受嗎 你們感到光榮嗎 我要問的是 到底我們苗栗人 還要忍受多久 宋國鼎說苗栗人民 先前給過國民兩黨機會 他強調地方民眾不滿 所以決定扛下責任 他直接點名國民黨 是派系糾葛 瓜分利益 我們看到的是派系的決定 我們看到的是 各種的利益結構 犧牲的是 苗栗人的未來 那過去國民黨 在苗栗的表現 在建設方面 其實是非常有績效的 那麼在運用 各種縣府的人才 反而都是用最好的人才在用 如果我們看到的是 宋國鼎議員 拿著警員 保密用的防彈面積在作秀 那相反的 原理系統候選人 中東景 在為警察消防同仁 再貼置裝備 哪一位是在替鄉親做事 相信不會非常緊張 議長中東景陣營 對於影片內容不以為然 國民黨謝福宏陣營 則是認為苗栗 一直都有在進步 宋國鼎批完藍營 再把矛頭指向民進黨 像徐伯伯他過去在參政的歷程中 也是跟郵潛郵中店郵潛議長 是站在一起的 我要問的是 難道這個就是所謂 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嗎 針對宋國鼎的說法 民進黨徐定禎陣營 不願多做回應 目前描述選情呈現四強頂力 包括有藍營背景的中東景 謝福宏 還有多次代表民進黨的徐定禎 宋國鼎本身是律師 同時也是議員 今年41歲 想代表中生代 殺出一條血路 TVP的新聞苗栗綜合報導 聽得到差不多後 找出一條血路 這個有效 然後有信心是20102 互相對話 爭取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